出席萬大縣前頓機啟動典禮 被問到昔日愛將林賀明 臉書發文 砲口對準自己 柯文哲忍不住抱怨幾句 昔日主仆如今不同黨派 隔空互打 林賀明臉書用字犀利 一個政黨連這種事情都無法解決 找個辦公室讓年輕黨工好好上班 有這麼難嗎 讓年輕黨工要受此非議 發展人還要出來講一些這麼心虛的辯解 講一句不好聽的 民眾黨根本冠老闆 整個政黨高層不會解決問題 卻只會推給年輕人要去辯解這件事情 真的是非常非常噁心 你要說我假好心 隨便啦 年輕幕僚不是這樣小好的 就好像小嬰兒出生是三公斤 長到一歲的時候大概是九公斤 長到六月的時候問他說你怎麼不是九公斤 我跟你講我本來我們就在找了 我已經在找了 所以我們找到以後就會搬出去 本來就在做的事情 搬出應而論 柯文哲自認很無辜 但林荷明話也攤開來講 若不是你們黨主席自己心春發言抱怨 其他政黨根本就沒有要跟民眾黨朝這條不知羞恥的題目 江湖有句話就是不要得了便宜還賣乖 還想要成口舌之快 開工日又再度發文忍不住不發 選擇罰廢文就好 結尾留下我支援國會 我驕傲 酸度破表 自己寄生在行政院 寄生在中東府的 才批評別人就很火大 新春第一槍民眾黨主席獻給民進黨 和林荷明為了寄生二字高分被對抗 卸屬唇槍舌戰已經不是頭一遭 努力為黨辯護兩人的裂痕只會更加深化 我們什麼寄生國會 我現在想拜託我們是支援國會 接著台北新北綜合報導